的獲本 當時發生了 開始發生了 我们香田国小人数虽然不是很多 那包括跟隔壁的玉德国小只差四五分钟 两个呢都是非常小校都不超过一百人 但是都发展成我们地方的特色学校 那特别是香田国小长期以来对于食农教育非常的用心 所以在暑假期间呢 我们也请了香田国小来帮我们办了这个食农教育的一个这个娱乐营 就是希望把食农的教育能够推广更多的孩子们 那这一次呢总共有十二所的国小 加上我们这个爱贝家以及我们爱家贝 以及我们的这个向日葵学员里面 大概有两百的学生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夏令营 那我们希望同学们做透过你们的食做之后 你们呢要呢更加的敬重我们这些农夫们 因为呢真的是这个食物得来不易 那大家要多喜福多珍惜 那今天的课程非常丰富 除了家孩子们什么叫插秧 让他们知道真的是非常辛苦之外 我们呢中午用挂串的饭 这个是早期我们的农夫他们吃的挂串的饭 然后呢透过这样我们再来跟他们安排 让他们能够吃我们的一些米做出来的一些这个东西 包括我们的麻吉 还有非常多还教他们怎么样做稻草人 很多都跟我们这个稻米有关系的相关的一些课程 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收获满满 最主要我们后续带同学们吃的营养午餐的这个部分 现在呢我们溯源大概有百分之五十 我们希望这个比例能够在这个农业处跟我们教育处合作之下 能够让我们溯源的比例能够到最后的百分之百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未来还会再推有机的营养午餐 那就是让孩子们吃了更加的健康 也能够让我们在地的农夫啊农民呢 他们呢真的肯回来投入我们的农产 让他们有一个销的一个管道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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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情辛劳哦 可以让我们提供 来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源哦 那我们除了有附近临近的十二所学校以外 那我们的这个爱家伯和我们的这个相论不学的孩子 总共有两百多人来到这边来体会我们产生人的这个 那我们的这个资源 包括教他们如何这个插移啊 然后来做这个麻糬啊 做稻草人啊 还有这个做很多配套的这个花団哦 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学校有已经收获满满 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花団 不断把这个食农教育推动出去 我们现在呢 中华团来营养午餐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这个食材哦 都有那么多溯源哦 这个部分我们就过来增加 希望说我们这个孩子吃的东西能够呢 都能够到百分之百的一个溯源 这是我们现在留下的这个目标 另外呢 我们这个午餐的部分 未来也会加到我们的有机食材进来哦 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吃到健康 吃到这个健康这个努力哦 啊我们共同来就能够啊 啊在这里再度感谢啊 啊因为呢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寿米屋哦 他跟我们这个学校有做相关的一个 有做感恩做很多人积德哦 啊也是我们在地方哦 啊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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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商哦 那他呢 他呢 透过他们给我们很多的農民哦 现在農民哦 都会知道哦 电脑有哪有法度搅米哦 啊有我们这个米哦 啊这个这个啊 啊有机健康 啊而且呢 透露法度比较好的这个修理 我相信在这里也要来感谢 我们包括工作人员 包括我们这个啊 陈董事长 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高兴 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香园国小 我们香园国小在历任的校长 还有家长会 还有师生的鼓励之下 然后透过食农教育 我们融获了 商业周开所评选的百大特色小学 那同时也是我们教育部的 100特色学校 更是我们彰化县的教学卓越团队 那我们透过食农教育 来培养我们小朋友 刻苦耐劳 还有一个知福惜福感人的一个 存补的个性 我相信今天的 透过今天的活动 来到这样的一个 插秧的一个体验 也让现在的小朋友 能够来分享这样一个插秧的历程 体验乡村 学习生活的一个美好 那也帮大家来到香园 我们食农教育主要是经由这个水稻田的一个耕种 那学校有一个1.3分的一个生态田 那我们透过这个生态田 然后配合一个课程设计 然后呢 从1到6年级 我们教导小朋友 插秧 田间管理 还有一个放压间道 甚至最后的一个收割 还有最后 还有一个控谣的这些活动 那透过这样一个纵向1到6的一个连贯 我们培养我们小朋友 结合在地的这个稻米产业 来发展学校的特色 因此能够获得许多的一个荣耀 包括商业中和评学的百大特色小学 还有我们教育部的100特色学校 那也是我们彰化县的教学卓越团队 香甜米全国文明 每一年来参访的一个学校跟团体非常的多 那我们学校市场也非常的努力 那你大家随时能够来我们香甜米国小来参观 那也给我们知道 环境 一个兄弟的高校的校长 就在我们专门的来评仙 来参加这个这次的活动 这次的上天跟土地公平 祈祥 逢条逸顺 中国的党顺利成长 万党的修行 尊爱的奉修 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一百 再百 三百 雷行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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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 谢谢大家